电动化战略提速 宝马BMWi40跑下一个10年2021广州车展 泰媒体11月20日消息 在2021年广州车展上 宝马集团带来了创新BMWi4和新BMWi3三款新车领衔的丰富阵容 从中 我们也可以清晰看到 宝马展示出集团向电动化 数字化 可持续的未来出行迈进的坚定姿态 在10年前 宝马就已经在开发电动化相关技术 并且i8 i3等车型都集聚前瞻性 专为新车型设计的空气动力学轮毂 使用了铝制组件 结合了轻质结构和优化的空气导向 进一步提升了续航里程 为了满足年轻用户对数字化的追求 创新BMWi4 应用了最新的BMW eDrive BMW操作系统8.0 一体式悬浮曲面屏 经过重新设计的用户界面 其中 BMW ICM50最高可产出400千瓦 544马力的最大输出功率 峰值扭矩高达795牛米 0-100公里加速仅需3.9秒 在CRTC标准下 续航里程560公里 百公里电耗14.7千瓦时 量身定制的自适应安全架 特别调效的弹簧与减震器 可面运动型转向系统 额外的车身加强部件及M制动系统等技术 使车辆秉承了宝马M品牌的操控和运动基因 到2025年 宝马将进入电动化发展前新阶段 并推出新世代车型系列 到2030年 纯电动车型有望占据宝马集团全球销量的一半 到2030年初 秘密全系车型将实现纯电动画